終於終於終於等到大小梅沙的攻略了 第一集首先帶你去大梅沙的八號倉 再去新開的海洋世界 深圳天文台大家有玩過沒有? 原來深圳有這麼多好東西玩和好東西吃的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精彩內容 盡在余夫人頻道 Yo 歡迎回來余夫人的頻道 今天帶大家來到大梅沙的八號倉OLED 聽說這個OLED有很多便宜的東西 讓余夫人帶你進去逛一圈 發掘一下有什麼損貨 交通方法 去大梅沙其中一種方法 就是在上水搭小巴去到連塘口岸 過關之後再轉八號線 大概半小時就可以去到大梅沙 好消息就是在九月份開始 在連塘口岸有免費的巴士去到大梅沙八號倉 大家只要在定點的時間上車就可以了 你想知道這輛免費的巴士在連塘口岸哪個位上車 等余夫人教你怎樣去 過關在右手邊坐扶手電梯下去扶一層 然後左手邊就會見到這輛這麼可愛的旅遊巴 現在是下午1點15分 搭半便會準時開車 這輛車總共有11個位 如果大家不想沒有位錯或錯過車 記得早點過來 1點半準時開車 可能暫時沒什麼人知道有免費車坐 整輛車只有我一個人 連塘口岸對出有另一個上車位 大家可以出口岸後過來這個位上車就可以了 我們多坐20分鐘就會去到大梅沙的八號倉 回去也是在這邊嗎 那邊有時間點 好的 謝謝 如果大家想來Outlet或者大梅沙海濱公園 可以參考這個免費的交通方法 大梅沙遊玩攻略 來到這麼遠 除了可以逛Outlet 還有什麼玩的 提得這條片 余夫人當年有好利益觀眾 大梅沙一日遊路線推薦 大梅沙站在深圳唯一一個 一出地鐵口就可以看到大海的地鐵站 如果大家選擇搭地鐵來 記得在B出口出 接著轉右邊沿著大梅沙綠道一路走 就會見到仙人掌地帶 向前走去沙灘 會見到沙雕藝術和滑沙的地方 旁邊還有一個大秋千被人打卡 一路走去海濱公園的最嘟嘟 會見到天牆地九石 然後我們再接返回去遠望塔那邊 接著過馬路去百號倉和七色圖書館 走完OLED之後可以搭免費車或乘地鐵 返回連堂口岸 覺得漁夫人說得太快? 不要緊 我會親身示範一模一樣的路線給大家看 沿著右邊一路直走 就會見到很多仙人掌 繼續向前走去沙灘 這裡有很多沙丁藝術 旁邊是一個滑沙的地方 今天天氣很好 溫馨提示記得一定要查防曬或帶傘 否則就會很容易曬黑 再過一點就會見到這個打卡的熱點大秋千 原來網上看到人們拍的漂亮照片就是在這裡拍的 再多走五分鐘左右就會來到天牆地九石 來遠會見到海濱棧道 那邊打卡都很漂亮 下一集再介紹給大家吧 我們現在接返去遠望塔那邊 沿路有很多車仔檔 不過由於這裡是旅遊區 物價都會貴一點 反而八號倉裡面的茶飲店和餐廳 不是加了很多架 精明的你們應該懂得怎樣選擇 終於走到來遠望塔了 稍微休息一會之後 我們就去八號倉了 八號倉介紹 大梅沙八號倉鄰近海濱公園 集休閒、度假、娛樂 和購物於一身的多元化折扣購物商場 混集了超過二百間國內外知名品牌的折扣店 折扣低至兩折起 現在還有不少港人優惠 包括五十元QPON 喜茶十五元券 免費停車三個小時等等 這裡面積大概有八萬平方米 太大不知怎樣逛 有些甚麼作數 等漁夫人在這條影片一一告訴大家吧 八號倉肥小胖 大家有沒有發現八號倉 到處都見到這個不穿衣服的粉紅色大叔 其實他是意大利藝術家設計的粉小胖伯天奴 由九月十三號至十二月三十一號 正式空降廣州和深圳的八號倉 他最喜歡吃薄餅 喜歡說冷笑話 永遠都不穿上身衣 他的座右銘是 Be Fat, Be Cool, Be Chill 預意著人生大事放鬆點去面對 逛街攻略 首先過來看看這個平面圖 八號倉分了一旗和二旗 由於我們搭免費巴士過來 所以我們就由二旗的門口開始 一進去就來到運動區域 包括有橋單 Sketchers Columbia等等 左手邊有幾個童裝牌子 右手邊有Nike、MLB、Pay、Lee等等 Starbus附近有New Balance、Villa和Adidas 上橋前會看到Nordface、Champion 和一個打卡的熱點 七色圖書館 橋中間會看到許願樹和黑天鵝 過完橋後就去到鞋包區域 然後到右手邊的星光大道 左右兩邊有不同的女裝品牌 和行李商品牌 前一點會看到一些輕車的牌子 包括Calvin Klein和Coach 最後會來到內衣和童裝的區域 沿途會看到不少的餐廳和茶飲店 讓大家休息一下 這裡看起來不大 但其實也有很多東西走 大家最好預留半天來走這個Outlet 逛街體驗 現在漁夫人帶大家真實走一次這個Outlet 介紹不同品牌和折扣給大家 相信大家最喜歡走的就是運動品牌區 一進來的左手邊就看到大大間的Sketchers 前面有一個Pot-Up Store 通常Pot-Up Store的折扣力度是非常之大 而且會不定期更新品牌 每次去都會有驚喜 第一間要介紹的就是Sketchers 它是一間專賣運動鞋和服飾的美國牌子 Outlet折扣 兩件7.5折 四件5.5折 買得多折扣力度都會大一點 除了有男女服飾和鞋裡之外 還有小朋友的區域 給大家一個提示 記得在微信小程式搜尋8號倉 裡面會有不同的折扣和優惠 你在Outlet找不到的尺寸 在Apps也有機會找到 大家可以選擇送貨 或者直接來Outlet拿 走完Sketchers 就過對面看Columbia Columbia成立於1938年 最早期它是賣乳褲和乳母起家 之後不斷發展各類的戶外運動服飾 以及研究高科技布料 現在去到店舖 就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戶外休閒服 運動服等等 現在全場三折起 漁夫人之前都做類似的工作 在門口我都會策略性地 擺放一些很便宜的產品 吸引客人過來看 發現有兩件超便宜的衣服 109999到198 在廣場的中間 就會看到這間Editas Pop-up Store 全場三件低至199元起 聽人說裡面可以找到很多筍貨 帶大家進去尋一步吧 這一粒全都是89.55元起 這件簡單款的黑色複褲 由699元減到269元 我想買一件復古褲很久了 試一試它 左手邊有不同的鞋款 包括大人和小朋友都有 黑白紅色的復古波鞋 就224.5元 還是覺得貴 152元的波鞋 夠便宜了吧 由於這裏太便宜了 最後漁夫人都忍不住要買兩件東西 一件T恤一件外套 賣單四百多元 Pop-up Store的右手邊 會見到New Balance New Balance是一家美國的體育用品製造商 每年都可以生產或組裝超過四百萬對運動鞋的國際知名品牌 店鋪所有類型的產品都有 現在正在做兩件七折 三件六折 男裝的休閒服正在做三點五折 60元就買到一件了 新貨正在做五折 除了剛才Adidas的Pop-up Store之外 這裡還有一間主店 全場低至兩折 Adidas是一間德國運動用品的製造商 品牌精神 Impossible is Nothing 鼓勵運動員在面對任何挑戰時都可以勇於嘗試 店鋪分了兩層 一樓是男士部 二樓是女士和兒童部 我看中了這件奶茶色的蜂褲 大家覺得怎樣 吃Adidas要買三件才有半價 所以剛才剛才跟店鋪打 買了 Nike是美國的體育用品生產跨國公司 品牌理念是做得越多走得更遠 突破極限打破界限 全場五點五折起 和Adidas一樣分了兩層 下面那層是賣男士服飾和鞋里 而上面那層是賣女士和兒童的服飾和鞋 穿過這條這麼可愛的粉紅色馬路之後 去到我很喜歡的牌子MLB 是一個以美國職業 棒球大聯盟為靈感的潮牌 打造技運動 有時尚的服飾和鞋里 深受年輕人的歡迎 來到MLB的看帽子 全部帽子在這裡都是打九折 這一拉特別便宜 全部都是159元起 大家覺得這頂帽漂亮嗎 這個圓架上面全部都是半價 不過很多都斷了馬了 這個架上面的衣服需要一百九十九元 買一件平時穿或者做睡覺衣服都不錯 MLB旁邊就是飄麻辣 它是德國的運動牌子 融合了運動和時尚的設計風格 魚哥平時都很喜歡穿這個牌子 全場低至三折起 一件七折 兩件五折 超過五百元再有額外的八折 這麼快我就看中這雙奶茶色的口底鞋 大家覺得怎樣呢 最後魚夫人買了一雙鞋 和一件藍裝外套 合起來只不過是四百多元 Villa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運動 和時尚的意大利品牌 現在在做三件半價 滿3980元 還送行李箱一個 我們進去店鋪看看 很多Outlet的款式都很漂亮 還有很多不同的鞋款選擇 包括這雙老爺鞋 這件衣服我都差點買了 如果大家走到有點累 可以去Villa旁邊的Starbust 頭一頭 大家可以進來喝杯咖啡 補充完體力繼續購買 其實有很多家長都會帶小朋友來這裡 所以八號倉都設置了不同的油門設施 我們現在去童裝區域看看 BalaBala是中國知名的童裝品牌 自力為0至14歲的兒童提供時尚 舒適和實用的服飾 折扣低至半價起 這件Kurumi的泡服真的很漂亮 如果我有女兒一定會買給她 Dotacom 吞門店是一間以足部健康為核心理念品牌 針對兒童、成人和老年人不同足部的需要 全場商品做馬一送一 很划算 沿著這條主街一路向前走 就會見到North Face、Champion和喜茶 在喜茶的對面 就會見到這裡很有名的打卡位 棲息圖書館 讓我帶大家進去參觀 溫馨提示 記得要上二樓 因為二樓比一樓更漂亮 圖書館外面也很漂亮 有一個很大的湖泊 看著這個這麼平靜的湖面 心情也會變得平靜 咦 他們在看什麼呢 哦 原來是黑天鵝 快點過來跟他們一起打卡吧 前面會見到一棵許願樹 以及月亮的藝術裝置 橋的對面第一間見到就是Course Course是全球知名的鞋裡品牌 以獨特、輕便、舒適和防滑的凍凍鞋為主 很多潮流人士在IG打卡都是穿著它 出了Course之後就會去到百里 全場低至三節起 它有很多不同鞋類的品牌 大家想買女鞋就進來看看 旁邊有一個都出名的打卡位 就是藍色這條鞋 是不是很漂亮呢 沿著星光大道行 就會見到女裝、行李箱 以及首飾的區域 兩邊的中間發現了一間飄馬的Pot-up Store 三件2.5折比我剛才更便宜 快點過來這裡尋寶 這間Calfankai也挺大 它打通了三間店鋪 分了男女服飾和內衣的區域 對面就是來自美國的輕車品牌Coach 主要是生產皮革的手袋、銀包、行李箱和配飾 店鋪放了很多款的袋 全場低至四折起 喜歡Coach的大家快點進來看看 旁邊這裡就是另一個打卡位 看多漂亮 這棵樹也挺特別的 旁邊就是Burger King 如果大家肚餓就可以來這間Burger King吃東西 如果想吃Pizza可以穿過這個綠色的小森林 前面看到粉小盤 它的左邊就是Pizza盒 餐廳旁邊有一個彩色的樓梯 也是一個打卡位來的 最後我們走到內衣的區域 這裡有Wako Emi Phong做四件四折 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漁夫人無意間又發掘了一個打卡位 就是這裡 大家可以扮天使拍照 天使翼的旁邊就是Polo 你看上面掛了很多公仔 超可愛 臨走前讓我找到這間Disney的店 全長29元起 大家可以進去尋寶看看有什麼適合小朋友 最後讓大家參考一下8號倉的特別優惠 這裡除了日口美之外 晚上也很美 尤其是MLB外面粉紅色的馬路 臨走前我還在小程式 憑30分的積分 可以換到這把線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如果喜歡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下次再見 Bye Bye 下一集分享最新的小梅沙公糧 記得準時收看 下次再見 Bye Bye